大家好,我是温哥华的Parker 今天我们兄弟几个人在列治文继续做这个house橡胶水槽的全无接缝和接工作 每个房子的橡胶水槽都会有30条左右的接缝 还有10个左右的排水口都是在有漏水的隐患 比如这,你看所有的脚这里都要有一条接缝 为什么呢?它要剪掉它 如果不剪,它转弯的时候这里有褶 它会挡住水的流动 你看这里有接缝 这些接缝一般在第10年左右的时候就会全部开胶 就是胶到时候了老化了 这时候你再用任何一种硅胶去补它都没有作用 化学性质决定了它是不合的 只能用它原厂生产的这种非砂胶进行修补 才能够一劳永逸 什么是一劳永逸呢? 像这个房子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在这之前做的所有的房子都是有一些屋主进行了DIY 或者是其他师傅进行了硅胶或者立清处理 那样的话呢我们在处理就要去清除它 清除它呢不论怎么样清除都会有一点点残留 这些残留的化学物质呢就会起反作用 所以如果您的房子有滴水滲水的情况您可以联系我们要及时的去处理 不要DIY 举个例子前两天做的也是一家做橡胶水槽 这位先生呢找到我之后说我这个我全都用立清做了 他说我到Hombo Depot 问他们橡胶水槽坏了滴水用它应该用什么 结果呢那里的人推荐用立清 结果他就把立清哗哗哗全都糊在了上面 结果还是漏最后没办法了找到我们 结果我们也头大呀说实话真头大呀 本来一天的活呢就得干两天 然后还要把那个地方呢尽量的去处理 也只能说保十年也就十几年估计还会再做一次 所以如果您这里出现了问题要及时行动 及时行动不要把这个水槽的木头破坏了再行动 那都已经有损失了对吗 好就这样